用西洋艺术形式演绎中国故事 由辽宁芭蕾舞团创作演出的芭蕾舞剧花木兰 历经33天时间 在美国 加拿大等国多地巡演 受到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 9月24日 演职人员65人回到沈阳 原唱芭蕾舞剧花木兰 讲述的是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 美国当地时间8月23日晚 花木兰登陆纽约林肯艺术中心 大卫寇克剧院 优美的舞段动人的故事 征服了现场近2000名观众 第一次见到中国的芭蕾舞 我觉得很棒 我爱到最后一场战场 我认为战场战场 我觉得很感激和严重 观众是非常热情的 然后因为他们就是看懂了我们中国的故事 然后跟我们就是演员形成了一种互动 纽约费城 波士顿 华盛顿 蒙特利尔 多伦多 辽宁芭蕾舞团除了演出5剧花木兰外 还推出了5场中外芭蕾精品晚会 参加了中国驻各地领事馆举行的中秋晚会 国庆庆祝晚会等 与当地市民进行大师班培训等文化交流活动 华侨 包括国外的观众去有一个沟通 包括介绍我们的花木兰舞剧 包括介绍我自己的一些舞蹈经历 给他们做一些讲解 做一些示范 这次是政府扶持商业运作 这条路走的可以说收获迫多 对市场有了特别是国际市场有了更深的认知 同时也积累了很多的人脉 据介绍 花木兰北美之行 深耕海外高端市场为目标 纯商业模式自主运营 不单纯追求上座率 展现中国艺术家的文化自信 在全程无赠票的情况下 上座率达到7成以上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